號稱高雄三大觀光夜市之一的青年夜市 昨天重新開幕 首日就湧入了三萬人 夜市主委表示說 開幕前有提交防疫計畫 經過市府合可 是不能夠邊走邊吃 因應大量人潮也會提醒攤商 一定要請客人掃食連制 保持安全的距離 下午三點 高雄鳳山青年夜市的攤商 已在備料 因為前一天開幕吸引三萬人 將三千坪大的空間 擠得水泄不通 擔心週日一樣人潮滿滿 攤商提早兩個小時作業 不會 如果有拿口罩下午 我們會提醒 我們都會叫他儘量不要擠在一起 我們都一直考考 根本沒有看客人 沒有時間 連看客人的時間都沒有 攤商說前一天忙到連喝水 都沒時間 有時無法分心留意旅客 有沒有戴好口罩 但夜市主委說 夜市雖然可以內用 但不能邊走邊吃 民眾在各家攤位 吃完東西後就得戴上口罩 沒有打的部分 我們就不好意思 拿出防疫計畫書 青年夜市表示 開幕前已送市府審核通過 夜市內沒有人數限制 但攤商都得打過 兩劑新冠肺炎的疫苗 還得提供酒精及食聯制 才能擺攤 針對有路的人潮 市府也表示 將請管委會加強宣導 提醒民眾落實防疫措施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報導 到 谢谢大家